AO聊四季,天天都不新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来看蒙古人对上乔治亚人 这场比赛也是天地的潜滩地图 最近有一个很重大的消息 MBL所在的AN战队已经解散了 AN战队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业余战队 并不是职业队 都是由各方的战斗场去赞助这个战队 所以跟我们台湾其实有点像 台湾的很多战队现在也是这种形式 这一点就有点可惜 如果是专业的职业战队的话 像是GL或者是像RODE T1之类的 这种战队的话 这些职业去述我们的生活会更有保障一点点 如果大家喜欢MBL的话 也欢迎到他的直播键 这个Twitch 他在Twitch直播 打MBL应该就会出现他 也可以去偶尔的 可以去支持他一下 好我们回到比赛中 乔治亚人这边是选择了MBL MBL选择了乔治亚人 好不干话我们继续 乔治亚人他的特色 开局免费的一台罗车 这个罗车的前期的经济优势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除非你开局就拉这个罗车去吃外面野味 但吃外面野味的话 又很容易被对方的弱马给骚扰 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用这台罗车 去增加自己的经济优势 老实说我也不太清楚 就算有的话可能前期的经济优势也不是那么大 在这张特殊地图来说的话 这个野味非常多的情况下 开局就拉四只村民 或三只村民去外面吃野味 是可以考虑的 而且又有罗车的情况下 这个资源搬运效率是很好的 乔治亚人他的打法还是比较偏向于骑兵路线 监管技术还可以减少骑兵的人口 后期乔治亚人也可以打火枪马弓这类的单位 所以乔治亚人的整体打法来说是为马为主的 不是走步兵路线或是工兵路线 但马弓来说的话他的马弓也不是很强 他只有安息人战术也没有这个拇指环 甚至连三级的工兵铠甲也没有 所以乔治亚人的走法还是走这个莫娜斯帕保兵单位 好 这边蒙古人直接拉了一头野外的大象 这边想要用自己的伺候去卡一下大象 看起来是有卡到一点点 哦 还不错 这边再考一下 OK 这边细节还是做得很细的 这边还没有织布技术 就去拉 这个胆子是非常的大 而且大象的攻击力很高 7.3害 蓝龙被大象直接顶到绝顶升天了 对 蒙古人这边卡大象要卡得很好 手势要够 好 乔治亚这边看到大象回到家了 哎呀 这边只能放弃 好 呃 蒙古人这边也未吃到这么多的情况下 对他的加成来说是非常好的 呃 声势力血 因为蒙古人呢 他吃野味这个大象啊或是鹿啊 这类的食物获取来源速度是最快的 他吃野味有这个速度加成 那蒙古人呢 他前期有这个效果的关系 在阿拉伯的情况下 可以打这个三棒棒 或是装甲漏马开 都是非常适合的 呃 蒙古人呢 他的打法还是比较主要用于马弓 他的马弓呢 是攻击速度最快的马弓文明 而且蒙古人的攻城器的移动速度 也是游戏里面最快 所以他的攻城快 马弓射击速度快 急杀敌人也快 但是唯一的缺点 就是经济加成 只有前期的野味加成 后期的话很容易因为经济的关系打输对手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 诶 这边又拉了一头大象 MBL就这样子让对手拉两头大象 哎呀 这两头大象吃得很爽 这里大象其实还蛮多的 到处都有大象 这里是蒙古天堂 蒙古人有这么多野味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直接黑跳城 但这张地图要维持也不太容易的感觉 右边比较容易 这里可能用TC连绑一下 可以考虑 这张地图好像有点距离 这样子围 这样子围 这里围围围围围围 就差不多可以围死 那蒙古这边有在野味开了一个军营 那乔治亚这边是打了21匹 感觉不是要封快喔 那这里军营还没有下 这里应该是在犹豫 到底要打封快 还是要打这个黑跳城 那以MBL现在获得的资讯来看 对手刚刚已经吃了两头大象 第三头也拉了 那这边打直层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里补了一个冰工厂 这里又看到了 这里又拉了一头大象 风天时代升上去 两边攻击力来到了5点 其余都是5点伤害 再吃了这一头野味 MBL这时候看到 你已经吃了这么多野味 应该不会想跟我打封建吧 还是我应打封建 那如果MBL这边硬打封建的话 可能会变成封建打城堡 甚至自己一辈子都升级不上去城堡时代 所以MBL这边应该还是要转一下 封建转城堡时代 那21匹升上去到这个时间点 你要再升上去的话 可能就要按到26、27匹了 这个允建差距差很多 升级时代会直接被拖到3分钟左右 那对手就很容易打出这个 升头战术前压 那这时候对手 不是对手 MBL就要赶快把自己家里围死了 这个就是这个概念了 既然你已经知道 已经农出对手 对方可以跳成非常顺利 那自己经济没有如期的 可以打赢对手 那这里就赶快把自己家围死 那这里围死的方法也是相当果断 直接上大石墙 也不管这里到底有没有石头可以用 待会开TC会不会没石头的问题 MBL这里的选项 是选得很好 我觉得上大石墙很不OK啊 这时候就可以讲那句话了 稳得一逼 超级稳 好那敲价 这里等一下一级农田 城堡时代还有一分半 两支草原起兵 好那石墙这里是继续开顶 好工程器制造桌 补下了 好这里1800D 工程器制造桌 那第一台通常都是按投石车 那为什么不是投石车喔 最主要是因为投石车 如果你按从车的话人家可以继续盖石墙 然后甚至可以拖到自己的投石车出来 就可以反制 那你一开始用投石车的话 也可以打石墙 也可以让对方的村民给逼退了 让对方不好盖石墙 通常第二台如果要按从车的话 也是第二台去按 第一台就按的话有点 太龙被克制住了 好那MBL以上城堡时代 赶快补下了工程器制造桌 投石车从一发 哎呀 如其收掉 再打个一发 哦残血 好那MBL这边的问题又来了 那这里要开TC吗 那这边的落马侦察就很重要了 如果对方是真的要强军士的话 就不会开TC了 好那这边已经开了一个TC 那就可以MBL的赤胶里就会知道 对手这边的进攻 并不是要真的进攻 而是打一个阳攻概念 虽然我按投石车 但我没有要全力进攻 好就是想要压制你 让你没有办法好好去方面扩展 那我这边就赶快开农 借此拉开自己 跟你的这个经济差距 好左边这里也偷偷开守身中心 MBL这边都有侦察到 你开TC 我也开TC 好但中间这个洞有点危险 投石车来看一下能不能换掉 这里有一发残血 投石车想要去追 右边躲掉 回头 哇这个抖动 回头再打一发 预判 哇预判成功 MBL这个投石车的艺术 打得漂亮 没错 打投石车就是要预判对方的路径 尤其你在残血的时候 对方都有一种错觉 哎呀稳了 他的投石车很稳 很残啊 让我打个插边球 我也能引 这个就是一种错觉 当你觉得稳的时候 就是最不稳的时候 对手董事可以一血反杀 别人可以但你不行 这就是人生死大错觉 我能反杀 但MBL这边他并没有错觉 他还是打得非常稳 预判你的预判 你投石车怎么走 我就怎么预判你的投石车 MBL这边是电影下了神圣思想 三只圣旅要出门了吗 这个血量优势在 招响的成功率 就会稍微上升一些些 三只圣旅没有想要发呆 坐以待毙 想要去中心捡生物 那个生物应该是捡不到 对方的圣旅应该是先到 圣旅先到 捡到了生物 这里招响一下 草原骑兵自滴 OK 这里圣旅神圣思想已经好了 投石车一走出来 现在乔寨是3TC 看哦 蒙古人也是3TC 两边村民差距约为15寸左右 这只村民要低调吗 诶不低 那这样有一只圣旅进去CD时间了 那这里有两只草原骑兵 还是要直接转落马呢 蒙古人这边直接按两只落马出来 就可以搞定这边的圣旅了 通常是没有太大问题 但后面有更多圣旅走出来 蒙古人点下了一弓 还有轮轴技术 乔治亚这里是轮轴技术还没有点 那为什么这时候都不会点轮轴技术 最主要的问题是要稳住 现在有的城镇中心的运作速度 你点下去很容易就断肉 或是科技拍不上去的问题 那我们以点轮轴技术 诶 看一下这里 这边三只四只草原骑兵上去硬桶 桶掉了三只 哎呦 四只圣旅全部桶掉了 但这边找到两只草原骑兵 好 草原骑兵照下 残血的草原骑兵赶快渡下 回头渡下 这个只森林一定不能放过 好 这个头子车要走了 好 回头砸下 nice 那以前轮轴技术都会比较推荐 26吋或27吋去点 这个打到自己的最佳的经济效益 那以现在的情况上来说 如果不是打黑森林啊 或是竞技场之类的地图 都可以考虑就是 玩点点 只要让你的TC不断存 就是一件好事 那轮轴技术点的话 还有会有这个 肉类会有缺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要组 组走一个 不要让自己有 让对方有机会 就是你的军事 还是要大于你的 生产力 你没有军事的话 你生产力再好 还是有可能被对方一波带走 所以这些肉 还是要投资在一些地方上 例如按这个 村民啊 骑士之类的 稍微防守一下 好 好 那这里是 草原骑兵过来看一下 诶 这边点了 好 往后拉 但没有继续深追 胜律直接应召 这里4TC开农 蒙古这里是 转出了一根城堡 在后方 有原地实况区 补一根城堡 这根城堡 补的位置有点微妙 如果是我 想要补一下右方这里 补一下这个TC的位置 或农田 这个金矿位置 走在这个位置 只能防务到木头区 跟这个农田这里而已 应该也是不这里吧 好 没关系 好 这位蒙古玩家 我跟他不太熟 BL AD 这也不是Balance 所以不熟不熟 他这个有他的想法在 好 那MBL 这一次布下的工兵铠甲 这也是要打火枪兵吗 还是要打马弓 这次按马弓 哎呀 乔治亚 打蒙古 玩马弓 这下有意思 乔治亚的马弓 对蒙古图记的马弓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于 没有这个拇指环 但有安协人战术 而且也没有三级的工兵铠甲 而且乔治亚人 没有拇指环这一点 是非常硬伤的 跟对方有拇指环的文明比 自己很容易射输对手 这两只圣人直接被点掉 那蒙古拥有 拇指环的文明特性 他的对射情况下 是不太容易输给 没有拇指环的马弓文明 但蒙古人的问题也很大 他升级时 点的东西非常多 品种跟动技术 化学三级色 还有这个暗线战术 拇指环 精锐升级 这些都是蒙古图记要成型 所需要点的科技 当然单道学也是 这个叫基本 所以 蒙古人这边是 稍微 问题就是 后期经济要强 才能 快速成型 那乔治亚这边能点东西不多 成型速度来说是相对快 但以成型来说 后期要打英文物图记 是不太 可行的 好 当然 乔治亚也不可能用火箱去打 马弓 所以走 马弓对马弓 相对来说是 好一点 好 这里 城堡 还是盖好了 这里没有变道德堡 看起来是不太会 因为这里村民蛮多的 而且也没有拇指环的乔治亚 应该是射不快 没有叨特堡 这里补下了 但是村民已经拉近了 甚至反超了 乔治亚人这边是反超对手 伍子村民 看起来蒙古人是稍微有点落后了 但是时代上来说蒙古人还是领先 升到了帝王时代蒙古人才在点一级射 这里手推车要不要补一下呢 点帝王时代 记得补下手推车 待会就可以专心打架了 经济科技就点差不多了 三级弓 点不点没差 但是如果要打到中后期 或是地后的话 这个三级弓 有没有的差距 就会出现出来了 好 那这里是补下了非常多的马丘 这里是四个射箭场 四个马丘 好 MBL这里很细 补下了手推车 该点的还是点 好那一级弓也点下 蒙古人点下了跟踪技术 二级射也点下 看一下这里这一坨马丘 下去骚扰一下 但是没有弹道学 射的有点乖 这里穿梅好像没看到 哎呀看到的时候都已经走差不多了 还是算了吧 MBL 走了走了 蒙古人点下了二级射 弹道学 弹道学这里补下之后 还要补下化学 跟踪技术 品种 还有这个精锐升级 母子环 还有二级的弓兵铠甲 哇要点东西太多了 但是蒙古人现在 木金都还没有到三位数 资源用得非常彻底 那你要把资源用得很彻底 才是一位好的player 比较好的一位玩家 不然那些资源 放在自己的资源库里面 是不会生利息的 全部 换成军事 或是换成产人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换科技也OK的 敲价人这边用马公争取时间 升到帝王时代 这里要先赶快点三级射 跟化学 这两个比较重要一点 结果这边是 先选择了二级马凯 NBL有不太一样的想法 而且这边是双兵工厂 再去攀科技了 攀的速度会非常快 三级射 还有 这里要点一下 补下化学吗 OK 化学补下了 好 NBL这边转型也转很快 漏马已经在升级了 再集结一些漏马 没有落盾在前方 很难挡住蒙古图记的伤害 蒙古人这边是继续爆蒙古图记 蒙古图记的数量来到了21只 数量快速越来越多了 只要来到30只以上 蒙古图记就会相当难解了 而且是有一定的杀伤力 再利用目标蒙古人是30只蒙图 30只蒙图之后 就可以考虑赶快去点下精锐 还有这个安息人战术 拇指环 这些该点都点 左边这里有少量漏马开始骚扰 蒙古这边是被骚扰到 直接收村 反正变得穿不住好像点多 这么多的村民要不要直接去前线挖金矿 趁现在自己有中间金矿的时候 多挖一点 打中后血也才比较有一个保障 就算临时被推掉 还有机会反推 NBL这边也是有时间上的压力 因为他的黄金已经所剩不多了 剩下家里这些金矿 这里金矿跟石头矿 都挖完的话 就没有黄金了 所以这里要赶快进攻了 NBL三级马凯 暗线战术全部点下 三弓也点了 真的是快啊 双兵工厂 升级速度就是猛 但是这里是需要大量资源才办到事情 好那现在最后的科技呢 是重装马弓 还没有点 重装马弓点下去 攻击力会再加两点伤害 所以 重装马弓 对于乔治亚来说 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科技 蒙古人这边是点下了蒙子环 肉马这里是22只 好蒙古图事实量来到38只 哦有点多了 这个正面要打的话蒙古 应该是稍微能打 但也不能确定打的 因为没有前排 这游戏的前排坦克很重要 有坦才能后排输出 没有坦克的话你的后排输出 就要跟对方互相输出了 长时间一走的话 AD越来越少 可能就输出不够了 蒙古人这边应该是要赶快点下精锐之后 赶快去转下马凯 去升级下新骑兵 转下肉马 MBL这边对射 这边对射两边都是两败俱伤 这里点下了工程工程师 巨型头刺激的射程可以变远 伤害也会多一些些了 但是蒙古在里的石头不够多 只剩68个石头 把所有的石头都盖下城堡了 加了一个三根堡 大家会有石头可以修理吗 还是他觉得也没关系 待会直接点掉 不用石头也没差 黄金真的很极限 这个零一百石头都买不起喔 待会可能会修到没石头 好 正面上去 直接硬点 马攻直接走到脸上 MBL直接也不演 你应该往前 我马攻也应该往前 巨型头刺激被点掉了 另一台两台三台四台 四台都被点掉 但是蒙古这边直接 快速残局 城堡也忘记修 蒙古图界虽然只上了十字 直接被正面的马攻加上大洛马 往前A光了 蒙古突然一系之间溃败 调价 马攻 居然要逆转 蒙古的马攻了吗 我的天 蒙古这个时期是最弱的时期 地初跟地中 跟城中的时候都是很弱 又到非常大后期 全部呈现情况下 蒙古人才会强起来 这一波看起来是凉掉了 蒙古人打错了 我们恭喜恩比尔罗 拿下比赛的胜利 哇 马攻 吵架马攻打以蒙古马攻 那我觉得最大的功劳 还是恩比尔罗这边的思维转兵 非常的配兵 配得非常的恰当 有个肉马赶快转出来 而且后方的重装马攻 也是有第时间三级 而且对方的蒙古突击往前走的时候 恩比尔罗也是相当的果断 我知道你想点我 我也往前点 那你就很难逃意死 蒙古途径一定会剩下 一点点数量 那MBL这边看一下经济的部分 这边赢了快要一万资源 乔寨这边的强花教堂 补的还是蛮多的 看一下有几个 一个两个三个 四个 五个 这五个强花教堂都刚好 放在农田跟木头 矿区的地方 所以这边经济采集速度 是非常快的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请记得帮他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拜拜